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会进行30分钟的综合座谈 那综合座谈有30分钟 所以我们的讲座活动结束的时间 是在今天下午的4点半结束 那为了响应行政院实施节能减碳无耻化的作业 本次活动课程我们都没有印制讲义提供 那所有的课程议程表呢 还有我们的简报资料 会公布在行政院南汇联合服务中心的网站 三个W.EYSG.EY.GOV.TW的最新讯息栏上面 提供各位下载参考 最后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请随时向我们服务台以及工作人员来做反应 今年的南方女秀教育学院的活动呢 报名人数呢 目前已经超过了900位了 那平均每个场次会有300位的出席 再次感谢大家 踊跃的参加 接下来还有七个场次 我们在服务台的那边就有一个时间表了 欢迎各位也踊跃报名出席 再来提醒大家 为了尊重报名者所有的权益 还有我们的现场安全空管 请大家每场务必一定要先到服务台来做签到 还要领取我们的识别证 那这识别证要请你们自行保管 每一次出席讲座的时候 一定要佩戴一座识别 并同时记下您的编号 还有检视报名资料是否有错误 如果有错误呢 也要请你们告知工作人员更正 以便登陆学习时数 以及作为我们结业证书的依据 在我们科工馆的洗手间化妆室 是在各位的后方 还有入院政务委员 还有我们南部中心的执行长 黄一佑黄执行长 秀场 非常欢迎 好请先就座 开始 主办单位是行政院南部离合服务中心 以及教育部 还有财团法人中钢集团教育基金会 非常感谢我们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 提供场地 现场我们的成功场也到了 我们给他拍拍手一下 好 还有我们财团法人中钢集团教育基金会的 赞助活动经费 因为呢 我们有9月1号到9月9号 在这边永远也各位掌声 感谢一下中钢集团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贵宾 今天出席的贵宾 贵宾我们刚刚已经有给他拍手了 就是我们邓振伟 永远再拍手一次 谢谢 好 还有我们前立法委员余林雅余立法委员 来 拍拍手 非常感谢我们出席 还有我们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的杨庆玉 杨校长 还有我们现场有许多中央地方政府单位各单位的局处首长 还有各级学校校长还有社团还有公司负责人 这边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哦 这里我们就跟你们非常十二万分的感谢各位踊跃出席本次的活动 接着我们就邀请主办单位行政院南国联合服务中心的黄毅佑黄执行长来做致辞 掌声欢迎 不好意思刚才应该是代表 事宜代表就请杨校长代表 旁边还有鼓校长 这真的是很多校长在这边就真的时间有限就不意介绍 各位嘉宾大家好行政院邓政务委员产权学院各界的先进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 那么首先我要特别特别感谢邓政委 因为联系上的一些变化 就是说因为本来是安排我们的新南向办公室总统府的黄志方主任 要来做新南向政策立场开幕 但是呢因为他现在好像要去当新加坡的代表 那行政院现在最近也是刚成立一个 类似新南向政策的办公室 是最近才发布请邓政委来主持 所以因为我是行政院单位 所以大概就是非常感谢 匆忙之中邓政委 真的再次谢谢您可以波荣来高雄做这个第一场演讲的讲座 那当然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波荣来参加的活动 为我们这一次系列讲座揭开序幕 我是黄毅佑 那我其实出生地就离客公馆很近 100公尺左右 我现在还住这边 所以是高雄的子弟 6月1号我才从中山大学界调过来 当执行长 那么小滴过去在产业界跟学术界 以及社团法人 大概都服务过一些经验 那在竹科也待过一阵子 那么所以在中山大学做过一些产学的业务推动的主管 跟总务长 那么我过来以后呢 我大概就做了一些调整 把我们的单位变得比较沙了一点 比较比较比较 刚才有跟政委解释一下 就18个部位在我们那边 其实以前没有什么组 我们把它重整为四个组 然后才是有一些方讯才会去推出来 大概是这样 那么蔡总统跟林院长上任以后 其实拟定了很多新的重大政策 那南部中心不能就是 就是都没有任何的主动的那个 应该是还是要秉持这个 这个上级长官的一些政策 我们必须要办很多场类似这样的活动 可以透过邀请三位政委 五位部会所长来这边讲一点点新的政策 那邀请各位产官学院的先进 可以来跟政委这边 或者是部长这边有一些对话的机会 谢谢大家 那本次的活动 大概报名人数早上统计已经超过一千人了 爸爸政委应该是相当成功 那因为他这个是好像四分之三 总共八场 你只要出席六场就可以得到这些证数 所以这样平均下来 大概每场有350人以后的场合格 这个座位大概坐满也是大概上150人 那么显见这个 今天看这个还没有完全坐满 应该还没有来报到 那我相信从这个报名人数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社会上很多单位 工会协会或者场关协议的长官 对一些新政策其实是相当重视的 特别在南部能这么踊跃 谢谢 谢谢 第一场是由我们邓政委 非常欢迎他来 来这边做演讲 做台湾东南亚策略伙伴关系的这个议题 其实我稍微介绍一下 邓政委从2000年起就 陆续担任政府要职 包含副委副主委 驻WTO副代表 驻美副代表 国安会副秘书长 经济部长 跟现在的政委 那么也是我们 南部服务中心的前任老长官 那他今天 政委讲的这个主题 其实是很呼应这个 蔡总统推动新南向政策的理念 那大家都知道同步 在6月15日设置 刚才我讲那个新南向政策的办公室 其实蔡总统也在8月16日就召开 对外经贸战略会谈 正式公布新南向政策纲领 等等 也提出短中长期的目标 行动准则跟推动的架构 未来政府我想会已经揭示 会从人才资金跟咨询三大面向 去推这一块 这一代其实是相当庞大的工程 很复杂 南部中心 哲无邦态 我们也是从南部 看看能不能协助推动这个南向 所以脚地层在7月13日 跟我们的合属办公室 外交部南部办公办事处 经济部 国贸局高雄办事等单位 一起共同与越南同耐省造商团 大概数十人 他有政府官员 又有企业界代表来会谈 后续又去那个 交谈的是常常热络 针对许多的议题 比如说他们关心的 签证条件 还有培育语言的人才 增加航班 以及开辟航点 强化交流 观光这些议题 大概 台北的看法也是差不多这样 所以我把这个讯息转给那时候的张景森 政府大概是这样 后续又去看看中刚 公司去看看高软 远去我们的成功的一些企业的一些点 希望他们能促进双方合作 那除此之外呢 我想跟政委报告一下 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高雄有很多新住民 我都没有记错是6万的 应该是全国第二大新住民的地区 那么我们会后续跟外交部 南区办公室 陈处长 以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 看看能不能找这一些新住民过来 给他一点点的information 促进 或者是让他看看能不能加入观光导游人才的培训 也就是说告诉他这个信息 然后事后 后面看看能不能让他有个讲习的课程 然后可以比较容易去达到 那这样语言人才训练不用太久 他本身语言就很好了 大概是会走这一项 不好意思郑局长 那那个也会办一些东 我们会邀请一些东南亚 去中南亚投资经验的产业代表 来座谈 因为他应该更了解那边的问题 希望政府能提供什么要求 大概我知道 上台北的长官大概也都有做这事 但是我这次是希望从南部的厂商 去那边投资的 南部所看到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 会做未来政府政策的一些参考 好 讲了这么多 我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最后还是再次感谢科部官 陈管长 提供场地 也再次感谢财团法人 中钢集团教育基金会 宋董事长的兼配赞助 谢谢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黄医佑黄指寺长的支持 接下来请各位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邓政宗邓政务委员 来为我们主讲 谢谢 谢谢 当兵长 陈管长 各位校长 各位南部地区的朋友 那么你们今天本来要期待等一个苹果 結果等來一個舉止 那個本來說是總統府的這個黃 他就變黃大使了 黃部長 黃主任就變黃大使了 結果變成是我來 那麼原因就是今天剛好發生了變化 因為黃主任他這個 奉派要到新加坡去當大使 那麼其實這個事情幾天前我們就知道了 所以後來執行長跟我聯絡的時候 我是苦於不敢說 我不好說為什麼黃主任不能來 因為他馬上就要宣布了 前幾天碰到黃大使的時候 大家就跟他講 這一次絕對不能再喝酒了 這個不要上午發表下午 你就去晚上就去喝酒喝出問題出來的 他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一個外交官 非常非常 當過我們的外交部長 我們跟新加坡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極為密切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幫他訓練軍人 在更早以前我們幫他成立他的空軍 我們在我過去的工作裡面 我們第一個跟沒有邦交的國家 簽自由貿易協定的是新加坡 那說待會兒我們會討論一下這些問題 大家都怕 中國大陸啊 因為擔心他嘛 所以就不太敢跟我們來往 不太敢跟我們簽協定 李光耀說跟他的跟他的政府裡面的人講說 不要擔心我會處理 他難道不擔心中國大陸可能的反應嗎 但是他就可以處理 而且他勇於走出這個第一幕 所以我們跟新加坡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那麼派一個非常有分量的大使去 表示我們對這個國家的重視 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很好的一個任命案子 那麼今天啊 我剛才那個執行長提到 事實上我大概是兩個星期以前 兩個星期以前正式接到這個任務 那麼因為在行政院 大家知道總統府他是一個腦子 真正的手腳執行的能量 他是在行政院 所以呢 因為新南向政策 對於這個政府 對於我們國家的未來的發展 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就在行政院 把這個工作就執行這個層面 就交給行政院來執行 在行政院有這麼多的部會 這麼多的部會 那麼所以呢 我接下來這個工作 那麼將來啊 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大家幫忙 我也需要聽聽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知道南部地區啊 不管是在產業教育各式各樣的工作上啊 都跟東南亞地區一定有很密切的觀念 剛剛我們館長告訴我 我們這個館啊 就可以在東南亞地區它就有活動了 那麼今天呢 除了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將來我們真正要做的是哪一些事情 重點在哪裡以外 我還非常希望啊 能夠聽一下 大家有不同的生活經驗 在你的生活經驗裡面 你覺得我們可以加強哪一些工作的 把這個新南向這個政策 讓它做得更好 各位可能會問我說 那我們重視東南亞地區 又不是從現在開始 過去就一直在重視東南亞地區 那為什麼現在特別要去強調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我們可以 多做一點討論 但是呢 大體上 大體上來講 我基於我過去的工作經驗 我們在東南亞地區都有很多的活動 學校我相信一定有 跟這個東南亞地區的這些學校啊 一定有很多的來往 我們的產業界 跟在東南亞地區 一定有很多的來往 在每一行每一業 那麼過去呢 它的問題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有醫療的援助計畫 那就醫療 自己去就是有可能是衛福部或慈善組織 就到比較 醫療資源比較缺乏的國家 他就派醫療團去幫助當地的人 那麼教育 那就教育啊 這個就給當地的人獎學金啊 還是怎麼樣就把學生找來到台灣來列書 那比如說經濟部 我過去在經濟部工作 那我們就是有投資啦 有很多的這個計畫 比如說勞動部他就有很多 職業訓練的計畫在那邊進行 所以大家各做各的 我老實說 我以前當經濟部長的時候啊 我也不十分清楚啊 勞動部啊 在東南亞地區有哪些活動 我有時候會聽到一些啦 但是沒有真正的去 沒有真正的去把這些資源整合起來 以後啊 我們這方面的工作啊 一定要做得更好 那麼我現在的這個 我現在有一件事情啊 我要花多一點時間去處理的 就是把各部會在東南亞的活動啊 或者是各單位 包括我們的民間組織 我要 我用白話文講 我會準備一個盒子 然後把大家的事情啊 都放在那個盒子裡面 比如說我們對越南 有哪一些計畫 那麼我們大家都把它整理出來 這樣子一個包裹啊 那我就可能要 安排什麼機會 我就跟越南政府講 一定一定要做這個事啦 就跟越南政府講說 現在我們台灣在你這邊 教育我們怎麼幫助你 醫療我們怎麼幫助你 觀光我們怎麼幫助你 你的人在我們這邊工作 我們怎麼照顧你 你的學生我們怎麼照顧你 然後呢我們告訴他們 這些事情啊 都是基本上當然都是複利的 但是呢我們希望你們再能夠多做更多事 比如說 我們的投資人在你那個地方啊 你要給我們更好的保護 你不能夠發生啊像前年的樣子 你跟中國大陸不高興 燒了我們的工廠 前年他就他就有這種事情啊 我們我們在越南的投資 都是都是很好的公民 都是繳稅都是請他的人規規矩矩的 結果呢他因為跟中國大陸在那個南海有衝突 所以越南就大家群起激憤 群起激憤呢 那個警察也沒有好好的保護 這些外國人 結果當地人啊就開始示威 示威就造成暴動 暴動以後呢就看到那個中國製的那個 看到中國製的那個工廠啊他搞不清楚了 他以為都是那邊的這個工廠 就開始燒起來了 就放火啊 燒啊 打啊 炸的 反而都是我們的人受害 這不可以這樣子啊 不可以這樣子 那後來當然在跟越南政府交涉 後來賠利 賠利部分嘛 賠利部分 但是我們也覺得這個人家要的不是賠 我們的投資人希望是一個安定 很安心的一個投資環境 並不是要你賠錢啊 因為你賠了錢他還是一段時間他要把工廠再弄起來 也是對大家這個生意的經營也是很困難的 所以類似這樣子的同理 我們可能在遠甸有什麼事情需要他 特別在跟我們配合的 所以呢在這裡是一個跟過去的 我希望能夠把它做到整體的運用啊 的力量能夠發揮出來 那我相信我們如果這個工作做得好的話 我們能夠從這些國家要回來的東西啊 應該可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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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 我想 假如 執行長這邊需要我為了這個事情啊 再來或者是我們更小規模的 或者是各位 各位覺得說 你的環體啊或怎麼樣啊 需要我再來跟大家做多做解釋 或者是你們有很好的 我更希望就是說各位有好意見 啊就告訴我啊或者我們大家一起來 我們大家一起來啊啊做 那麼整個工作啊如果要成功一定需要高度的創意 啊我們可能要跳脫過去的過去的那個做事的方法 我們要更新的做法 更有創意的做法 那南部地區是 我們不管在產業啊各方面教育啊都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區 我相信可以在跟 在我們這個管道建立起來以後 我相信各位可以給 政府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很大的幫忙 那麼當然我們也希望說在做這個事情呢 也給大家很大的幫忙 今天啊當然這個我們有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 我不想通通由我來講 我不想通通由我來講 我希望啊這個我在 在跟各位報告的過程當中 各位有任何事情你覺得 我應該針對那個問題再仔細的講得更清楚一點 或者是有什麼地方啊 可能你會不同意 你說我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我有想要補充的地方 就請各位啊隨時打斷我 這個方式稍微有大一點吧 但是應該也有一兩個麥克風啊 可以待會兒可以幫忙 幫忙我們來做這個討論 我不知道到這裡為止 各位也沒什麼問題 沒有 怎麼知道 僅持多方式 就一定要結合